我们谢谢吴教授20分钟内把那么复杂的问题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脑筋还是一片混沌对不对 因为这个问题不能怪大家 这的确是很复杂很复杂的问题 这题目应该给他讲一个钟头 应该是很应该是还足够的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不要急着有答案 大家回去再好好在思考这问题 那么我也希望吴教授 这个问题再扩大下来 再扩大再写一写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常常强调的 不妥当的权限划分 然后就引发了不干脆的权限 给予地方权限 然后才会做出这些不干脆 模拟糊里糊涂的 模模糊糊的一些 一些我们说四线的一种现象 那我们现在请傅林静 傅教授 你可以做十分钟的 谢谢 美好 谢谢 感谢观看